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937集 机缘巧合 首届现代华国建筑创作研讨会 聚集了眼下华国建筑界各路大佬的场合 夏小兰一个建筑系本科生 此前在业界寂寂无名的新人 竟拔得头筹要在研讨会上首个发言 知道是聂位国的挑衅质疑 依然有人觉得荒谬 让一群从业多年的老资格 乖乖坐在椅子上 听个建筑系本科生讲话 毛康山已经把夏小兰叫到了台上 老爷子把话筒摆在夏小兰面前 有什么想法就讲给大家听听 夏小兰笑着点头 谢谢您 我知道的 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当我老师 我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欢迎各位老师指正 他落落大方的 就显得聂位国小肚鸡肠 聂位国鼻子都气歪了 在食堂时那么嚣张 他以为夏小兰是个暴脾气 把夏小兰的位置安排在最后 夏小兰却没当场发作 现在被挤兑的要当场发言 还一脸高兴的说 使聂位国爱护他 给他机会 世上咋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聂位国见多了被欺负后 眼泪汪汪的年轻人 像夏小兰这样厚脸皮的 聂位国也是第一次遇上 厚脸皮的夏小兰 还有老天爷赏得好样貌 声音也好听呢 普通话也是极标准的 说话不带地方口音 口齿清晰 他一说话 大家还是愿意听一听的 当着众人讲话 夏总难道会怯场吗 就算只有个五分水平 夏小兰表现出来的 也是十分未满 八分以上 今天我也带来了 自己最近主导的一个设计作品 是酒店的装修方案 夏小兰一说 做后排蹭会的龚阳 赶紧把准备好的资料 发放给在座众人 资料他们不缺 夏小兰就这一个作品 复印了整整一箱子呢 现在想在街边找个复印店很难 要大数量的印刷品 可以找印刷厂嘛 这些资料都是夏小兰让龚阳 在阳城弄好了 带到江城的 说一百遍 都不如亲眼见到的墙 印刷国捏着资料 脸色一变 这个方案赫然是 庞城南海酒店 就连他们设计院 也知道这个项目 不过酒店方面 找了宁艳凡出马 哪家设计院都没拿下来 看毛康山等人 专心地看资料 印刷国尖着嗓子 我怎么记得南海酒店 是宁艳凡老师的作品 今天在会场的不少同行 都知道这消息吧 宁艳凡啊宁艳凡 也真是舍得提携年轻人 居然拿自己的作品 来替夏小兰撑脸面 现场窃窃私语 却都不敢质问宁艳凡 毛康山资格和宁艳凡相当 连行李心都求救般地 看着毛康山 宁艳凡主动开口了 声音也不见火气 小逆的消息滞后了 南海酒店的确是我设计的 但是我只负责主体部分 配套的装修方案 被酒店投资方否定了 后来又下小兰接受设计 我推荐她来参加研讨会 就是觉得 她的这个作品 非常的亮眼 窃窃私语的声音没有消失 反而更大了 宁艳凡居然承认 她所出的装修方案被否决 反倒是夏小兰的设计方案 获得认可 她就不怕外界的评论吗 说她还不如一个年轻人 宁雪咬着嘴唇 她当初激烈反对 就是怕出现眼下的情形 许越进 想把那位国按在地上打一顿 唯有公扬 一脸钦佩地看着宁艳凡 显然被宁艳凡宽广心胸给折服了 终止喧哗的还是毛康山 老宁 你说的亮眼的想法 就是无边界游泳池吧 宁艳凡点头 具体的想法 你可以问她本人 什么技术难点 在毛康山这样的大佬 看几眼大概也就知道了 资料上虽然没有详实的数据 但是让她带着人去复制这个无边界游泳池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她能复制的 就说明施工的可行度 天马行空的设计图谁不会画呀 房子能修成方形 圆形还能修成漏斗形呢 只要建筑师发挥想象力 画成触手系都行 但是要考虑到施工可行度 有的天马行空的作品 真的就是个概念图 南海酒店这个效果图 显然是能实现的 毛康山问的是 夏小兰为什么会想到 无边界游泳池 设计的灵感 都是有迹可循的 毛康山没有问夏小兰数据 问的是设计想法 简直是主动撞进了 夏小兰擅长的领域 他清了清嗓子 咳 诸位老师都知道 自从79年 国家旅游总局召开了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 等一系列相关会议后 旅游饭店和设外旅馆建筑 就成为国内建筑业 无法忽略的问题 1982年 香山饭店落成 这个项目从设计到竣工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争议的焦点是 建设投资昂贵 但他投入使用以来 却受到了东西方旅客的一致好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们国内必然会 兴建更多的旅游饭店 和设外酒店 我的想法是 在酒店设计时 除了强调实用性 也该增加它的美观性 让它带给东西方旅客 更好的感受 这是我在主导 南海酒店设计方案时的初衷 彭城是改革开放的对外窗口 南海酒店要在一众旅店中脱颖而出 让外宾和港澳同胞们记住他 他需要一点噱头 无边际游泳池 使他具有唯一性 无边际游泳池的效果图 是很出众的 否则竞标时 唐元月在内的三个香港投资方 不会缴械投降 杜兆辉名下的天辰装饰 也输得心服口服 东风控股 并不屑任地拿下了酒店的装修权 继而拿到了酒店的管理权 聂魏国死死看着效果图 南海酒店是一个大工程 圈里的任何一位建筑师 如果主导了光装修 就花费三千万华币的项目 肯定是有资格参加研讨会的 就连聂魏国也没单独搞过 预算三千万的装修方案 效果图和实际施工是两回事 还有看完工效果 夏小兰 你这个设计还是纸上方案 没被采用吧 夏小兰羞涩一笑 聂师兄对我的事真是细致关心 南海酒店已经在紧张装修中 现在是八五年七月 最迟到明年 酒店就会正式营业 聂师兄要是有疑问 不妨到时候亲自去南海酒店住几天 我看看能不能找人给您拿个优惠价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啊 不仅被采用了 还动工了 方案成功落地 不是夏小兰 天马行空的乱话瞎响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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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